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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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今天是2024年3月4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姑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温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 今个星期大使是什么焦点 早晨Mandy 今个星期 我想看着两位 大家也要看看 政策上有什么消息 继续推动中港股市的表现 未来有京东的业绩 大家可以留意着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 心得上交流或者有问题想问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 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况 美股做好的纳指和标指再次破顶 美国私费者信心指数 意外出现下跌 道指一度跌超过100点 临近美市跌转升 收市升90点 收报39,087点 标指升40点 收报5,137点 纳指升超过1% 升183点 收报16,274点 纳指数都向上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超过1% 焦点科技股方面 各别发展 Meta升超过2% Tesla未升 苹果跌穿180美元 And 星期四急升9% 星期五再升5% NVIDIA升4% 第一次收市突破800美元 戴爾科技Delta透露 人工智能侍服器的订单数量大增 股价急升三成 創出新高 超微电脑SMCI 将被纳入标指成份股 消息公布后 刺激盘后 大升1,2% 重上1,000美元流上 減肥药生产商离来 获美银上条目标价 股价升近4% 2月拓正宪形式在美国买卖 的方网股ADL 各别发展 美团港股急升一成后 ADL收市再比本港收市高 折合89.13 阿里折合73.02 健康和比亚迪都比本港收市高 看看亚太区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今早开市的时候 突破了4万点水平 升271点 最新升幅0.6% 最新报40182点 外电说到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 宣布经济已经正式走出通缩 日经平均指数今早做好了 首二综合指数今早向上 升幅超过1% 最新升39点 星期普通股指数升10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 恒生指数现在升大概47点左右 恒指到16,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和同学谈谈外围的情况 美国上星期公布的几项数据 其实都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先说 结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二月的中值是意外出现回落 市场原本预期 会比上一个月的数据进一步上升 但最后出来的数据是76.9 比上月的数据有所回落 也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出现回落 ISM制造业PMI也是少过预期的 另外联储局上星期五 发表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 报告提到通胀明显放缓 但仍然高于2%目标水平 劳动力需求即使是缓和 但仍然相对紧张 但见到虽然数据不及预期 但美股仍然非常强势 10年期债息回落到4.2厘以下 纳指收市升1% 连续第二天创出历史新高 标指亦是创出历史新高 美股再创新高 AI和加密货币相关的股份 就继续热炒 美股的仓位上 你近日的策略是怎样做呢 你会建议大家是应该追入一些强势股 还是找一些落后股份去买呢 我自己就 美股也是继续坐着先 那堆这样的股票 那你说究竟是追入强势股 还是买这个落后股份 我自己就追了一些强势股 我就买了AMD 是的 我在上个星期四 我都忘记了 总之是衝上去 因为我AMD之前有买股 那时候应该是一百七十多元的时候 说回一些背景 那时候我是炒个业绩的 各个业绩OK 谁知道出来业绩不行 然后就放下去 一百六十多的位置 是 然后我都说了 我怎么都不会沽了 是 就是我要印证给大家听 美股呢 它自己会上回来 是 我最后就是上回来 就是我当然了 我就是一百七十多元 我平手走回的 因为我AMD 我业绩不行的话 那我就由它算了 那因为我自己有持NVIDIA 是 当同业就由它了 那接着见到 那应该是什么了 是 星期四它破位 是 那接着我就 我就不理了 贵了十元都照充了 是 因为八五我充回 是 我接着就搞定了 是 所以你问我是追强势股 还是买落后股 我自己用回我自己的操作方法 就是买股票 都是宁愿选一些 没什么鞋货 破顶的股份去追 落后股份 应该这么说 我不是很熟的 是 总之我就是 盯着我熟的那几个去做 所以我也是 选择一只AMD去做操作 不过当然了 都要和大家 戴上头盔先 就是始终你现在这些高追 就自己用回 注码控制风险 那我自己的逻辑也是 因为之前有些股票赢了钱 沽作吃了壶 又有一些资金在 另外这样博 我想你当是继续移动下去 有些继续强势的就继续移动 所以不要说 最怕就是大家加大注码 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我不要了我赢得很少 通常都是这样 要追回头 是的 还有觉得高位永远都是不够货的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高位不够货 要加大注码去炒就不好了 用你原本的注码去操作 就相对会安全一些 这些破位的股份 其实你的指赚和指洩 你会怎么定 譬如说刚才185元追 现在升到上200元 你会设定什么位置的指赚呢 我暂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想 如果你给了以前 我就应该会设定一下 如果回来 或者我可能已经吃半楼换了 但现在没有 美股就已经瘋了 就是那种 你只是怕自己买得少 是的 我自己的心态就是 我不减货 就当自己增持了 是的 因为真的挺夸张 刚才Mindy也说了 星期五的数据又不是很漂亮 他都够胆死咬腰上来 其实上个星期不止一天的数据不漂亮 是不是 是的 而且那些债息真的下跌 我打算那些债息会夹一下 不是我照下跌 那我认为市场都硬山山夹了上去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美股就继续买了 还有我刚才也说了 因为我有减少股份 然后才追借AMD 即美股的仓位 整体金额未变 是的 某程度上我没有什么 可能有少少想下跌 但是不会太大 不是突然间再加大了 所以在我的操作上 我自己会安心 是 如果你说强势股 不如谈多一只SMCI 你有没有在里面赚过钱 或者你现在有没有辞货呢 我有的 SMCI也重要 是的 这只又是很幸运的 那现在成份股了 成份股 是的 因为我自己也沽了一些利益 我沽剩三分之一 因为我没有想过 它会充得上1,000元 即你是只赚的 我只赚的 因为这只高票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 就是那时又是听人来说 这只很厉害 那我又不管了 有AI相关 是的 其实我那时500多元充的 是 然后我见到它有一天 充到上1,000元楼上 我就自己减了三分之一 是 然后它就下来了 是 是 接着去到近期 去到800多元 我就再赚多三分之一 所以我现在只剩三分之一 仓位 是 因为我就不要说 它有不有S&P 是 就是我看之前的图 都不像充得上1,000元楼上 是 所以算了 这些 还有观众真的千万不学 我买了真的 我不喜欢做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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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 我就 当是一个 bonus 所以我就不会说特别 要怎么狂煲你的股票 我当自己买都是很幸運 是 所以只剩三分之一 那也很幸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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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看它这次 叫做 是 是 那我再问一句 如果是今晚开市 真的再破顶了 那你刚才AMD 都是说没有蟹货 你是购买它这一样东西 是 那今晚你是会止赚 还是会追不追呢 就是再不再加注码呢 就是你说的SMCI 是的 那我想不会再加的了 是 我继续就算了 是 就是我想套路 跟之前AMD 那个说法一样 总之 你不沽货的 就当增持了 因为 都是那样东西 我都真的 现在我当然 叫做认识一只股票 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股票我都是很幸運 是 是 所以 中了就算了 就是我自己的主力仓位 都是NVIDIA 那所以 就是NVIDIA Microsoft 那些的身上 是 就是当是炒一下 所以 我都可以分享多一点点 是 就是一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你会买到一只SMCI 你够胆充 其实500元那一刻都挺贵的 是啊 那我只能够分享就是 因为我有其他又赢到钱 是 就是 所以 你总是 你有盈利 转下去的时候 你就敢买其他的股份 所以 不只是美股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叫做 有 有升势的股市 或者一个叫做 中线升浪的一个市场 你怎么都要踏出第一步 是 你踏出了第一步 那你自然会有盈利 有盈利 你就可以怎样再做其他的动作 是 你一直都不入场的话 你一直都看着它升 是 所以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 小小的分享 那当然 大有大买 小有小买 那你如果真的很害怕的时候 你就买小的一些 没有人叫你all in 是 那这个就是 就是 面对着很多股市 都是在创新高的时候 的一个操作 是 好 我们看看上日恒指的走势 先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上星期五 先跌后升 收市从10天线流上 恒指低开120点 跌幅度扩大到190点 其后跌转升 收市升78点 收报16,589点 科指升56点 收报3488点 挫指升50点 收报5728点 大市全日成交1,218亿 美团急升一成 创出三个月以来最高 新世界被大行下调评级和目标价 跌7% 北水连续第12个交易日 录得淨流入 金额增加到33亿3千万 淨流入最多的是 急升一成的美团 有10亿1千万的北水淨入 中移动和小鹏汽车 各有2亿北水淨入 中芯也有1亿北水淨流入 東芯也有1天 矫漫衣